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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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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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分明是剑林府的点酬还操着剑林的口音 我崔家上三代可是地地道道的京城人 我 你不会还是绕得远路来的甄州吧 我汝娘是剑林人 我这衣裳是汝娘所做 我的口音是跟汝娘所洗 这有什么问题吗 巧言另辞 你分明就是 欺我夫人失了记忆 故意在这儿混淆试听 我劝你啊 还是死了这条心 这门亲事 是我亲自上门多次求取 才得了我丈人 亲口允诺的 我看你才是巧言吝啬吧 那我也可以说 是我亲自去的北州 是我亲自向他父亲求取的 你口若悬河 却不知 我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了吧 夫君不过是随口试探一句 你便露出了马脚 慕如 把这骗子送去官府 是 不是不是 走 你不认我可以 但你不能不认这个 这是你我的婚书 白纸黑字 还有官府的官印 如今我倒要看看 谁敢说我是驾催酒 这不可能 当年柳棉堂上养山时 带着的婚书 如今可算派上正经用场了 他素来有心机 诗意诗得如此真切 我别怕个混丝试探一事 即便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也要搅得他鸡飞狗窜 永无宁日 你不是说你是真催酒吗 婚书呢 你今儿拿得出婚书还泽罢了 你要是拿不出来 别怪我告你强强名妻 你不认识 比起一张保纸 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只认你是我夫君 此人京城的身份是假的 一纸文书也不可能为真 我们这就去官府 戳破他的满口谎言 真金不怕火炼 我们是真夫妻 怕他做什么 去官府是吧 走啊 我当然管府给我评评礼 让你 夫君 我们走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光天化日之下 强强名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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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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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娘子准备了这么一大出戏 不打算看完了再走吗 你是何人 我见过你 姐姐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在这儿 又怎么知道谁是幕后指使 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只是恰好路过 恰好在那茶坛吃茶 又恰好一路跟过来 你这恰好未免太多了些啊 你到底什么来路 为何要缩使那假催酒 来回我清语 缩使 方才那男子吵吵嚷嚷 说是你夫君 这分明是思悦 与我何干呢 在我殿前围棺的箱里 都看不出什么名堂 焦头接耳地问询原有 你在那茶坛吃茶 又怎么会知道他说了什么 你们都傻了吗 要怪 只能怪你们自己送上门吧 动手 想跑 想跑 娘子 别动啊 再动踩死他 还敢跟我动手 我虽手无力 打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夫人你不能打架 打架成何体统啊 走 你们是 在下 谢过诸位义士 出手相助 有劳有劳 各位义士 你们辛苦了 这个是我与夫君 给你们的一些仇谢 莫要嫌少 拿去买酒吃 多谢夫人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谢谢夫人 他们人手众多 一定来头不小 还是先交给官府审问吧 劳烦诸位义士 快将这些人 带到官府吧 有劳 有劳 官府自会审清楚的 他现在吃得疼了 好点没有 还疼呢 什么破神医嘛 费了那么大劲 找的这药 一点用都没有 才刚服上呢 便是化驼神药 也没见效这么快呀 伤筋动骨 总需要些十日僵养的 你也知道要僵养 方才还那么用力 我也不知道 我方才见到那女子 心中具有种 抑制不住的火器 恨不得将她撕碎了才好 我全然忘记 自己手上有伤这回事了 认识她吗 只在那日宴请街坊时 见我一次 当日我只是随口说了句 记性不好 她就这么伤心 还专门找人来算计我 真不知道她打得什么主意 那不仅办 婚世 别说这儿阿扎氏了 那男子 面容浮腫 眼神轻挑 一看就心术不正 嫁给他 那还不如途中 被土匪给劫了呢 那照你说的这话的意思就是 他要是长得好看 那你就从了呗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都嫁给你了呀 像夫君这般斯文多才的男子 才是我最中意的 不过话说回来 那芸娘到底怎么想的 这世上 怎么会有人认错夫君啊 我是失忆了 又不是傻了 难道还看不出枕边人 是真心相待 还是另有所图 再说了 以我的聪明才智 你是有多深的计谋 多高超的计法 才能将我夫君这角色 扮演得这么出神入化呢 夫君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我去看看李妈妈做的什么吃的 哦 病了这么久 怎么还不见了 丢人丢到这个份上 换作是我 也不敢出门 人家三娘心比天高 几乎谁还敢娶她 除非她又攀上哪门子王爷 可不是吗 娘子别听他们胡说 您瞧瞧 娘子 оты 号 再到哪 战 伤疑 我有 新的 走 一 elen 月 一 地 贬地 嘲讽 还不如死了干净 一流百了 娘子 客官看看我的紫禁 你看行吗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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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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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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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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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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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看看我们家的扇子和镜子吧 奇怪 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娘子 快和我回家吧 屈亲赵神医 赵神医 贺娘子 走 干吗你们 老实点 给我松开 走 娘子 这是何意啊 江湖骗子 还敢冒出神医 不是 娘子 我 我先错了啊 咱有话好好说 村下娘子还说她 夫君一直请你为她治病 花费颇具 都是误会 行了 把这个江湖骗子给我捆好 扛去崔家 是 是 你骗了别人多少银钱 老老实实交代 娘子 你得听我解释啊 你别说了 胡扑 不是 不是 当时那种情况 我那么做都是 我说 我哭 我哭了我哭了 我哭了 我哭了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你得听我说完哪 你说当时那种 我 我哭了 你听我解释了 客娘子 我哭了我哭了 你哭了我哭了 你哭了我哭了 家主 这是怎么了 夫人 碧草 何事这么惊慌 贺娘子带地狱群人 气势汹汹地来了 说是有事要见你和家主 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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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你问问他 骗子 骗子 愧得你父君还把她当 roles 今后可要擦亮眼睛 不要再被此人诿骗了 哎 不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了 我把吉 planetary 他當面求證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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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陽這兒 你給我可好啊 我更有個騙女兒啊 夫君 你在這兒幹嗎 你怎麼不出去啊 為人夫了 不好見外女的 你這是什麼話 人家賀妹妹把趙神怡綁過來 說她是行騙的庸醫 你快出去看看 哎呀她鬧上門了 那我也沒有辦法呀 趙全是不是庸醫 我也沒有學過醫 不好下定論的 那你好歹出去看一眼 你當著人家賀妹妹的面 質問幾句也好呀 我這 我知道夫君是個體面的人 不惜外媒這種過躁的情形 但你好歹出去看一眼 那她不是你朋友嗎 她不是我朋友 不是 我沒她這樣的朋友 行醫治病 我早就跟她說過了 要量力而行 女眷的病 那看不了的 這這 誤人命怎麼辦 那如今怎麼收場啊 你就讓賀珍 報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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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全 确实是我认识你 对不起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重新给你开个药方 如果你一年觉得我是个骗子 你再给我剩衙子行不行 你还敢糊弄我呢 我还糊弄 明只是心病 这根不是没有成为还原王的妾 你只是想早点出人求疾 在全家人面前 争口气 你接着说 听说 娘子一直跟着令尊曹池的瓷器声音 想必你定是个颇有才能 且争强好胜之人 只是因为你是个女子 纵然抛头露面 不让须美 也始终低胸的一等 那日我去贺家给你看着的 我一个外人都看出来了 你别说了 巧言令色 不是巧言令色 我给娘子开的房子 是清新明目的药方 我不让你出门 是因为怕你在外面碰见还原王 或者是听见他的什么消息 又或者被旁人指指点点 让你伤心 真的 是吗 妈 娘子身体非常抗健 不用诊卖 我自然知道 我是请你 下去 你给我解开呀 解 你给我解开呀 你给我解开呀 你怎么给你我解开呀 怎么还是坏人呢 这什么怪人呢 哎呀 快走吧 离他远点 我不知道什么人呢 这什么人呢 是吗 真奇妙啊 怎么卖呀 先管好你自己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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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敢绑我 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们王爷请你来 有几句话想当面问问 王爷 孙雁儿 两山陆文是你什么人 陆文大人 乃当是豪杰 齐男子矣 我问他是你什么人 王爷 小女从前虽然在养山 但养山现已招安 陆文大人与我 现都是朝廷臣子 朝臣就可以滋饶百姓吗 这是小女的私愿 与仇人有些过节罢了 不想惊扰了王爷 你跟那柳氏有什么私愿 王爷认识柳棉堂 说 放 我是来查证的 那柳棉堂 离开养山之时 捐走了大笔银钱 养山既以招安 他为了这笔银钱 不惜冒着招惹官府的风险 那想必这笔银钱 是一笔不小的资产哪 养山投靠朝廷 不是为了银钱 那必定是为了 比金银更重要的东西 本王早年也招想过你们 陆文宁死不从 落得败北的下场 如今看来 他并不是败北一计 而是在酝酿一件事情 有爱者除之无用者弃之 他当然不会屈从于真州 他早就与青州总兵买卖合一 又或者 另有泰山可依 孙雄二 他背后到底是什么人 没有 没有 他到底要做什么 放 王爷 且慢 在下公孙夜见过王爷 隋王途经珍州 特派小人前来拜会 大人救我 隋王让小的转告王爷 养山昭安是国之大事 孙芸娘既为昭安一始 那便是国之众臣 若做错了什么事 冒犯到王爷 还请王爷宽幼 由小人将其带回 把零子咋开 他所设 是商及真州百姓安危的大罪 我身为藩王 只是稍作询问问过之后 自会将他完好无损地送还 怀元王怕是没听清楚啊 如今是隋王接管了 养山的事业 孙芸娘亦是隋王所委派 负责于养山议和昭安的功臣 王爷要是将他是个山贼 那岂不是连隋王 乃至皇室一脉 都成了山贼了 你 还请王爷看在朝廷的面子上 高抬贵手 好 回府 恭送淮阳王回府 这位同志 请王爷 孙芸王流沛 那毕竟是先皇的亲弟弟 有得五太后赏识 换做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何况你最近调查养山 这背后的靠山哪 不请自来 使反科为主 这不仅仅是虎短啊 真是让我知难而退 他一个山贼 就算投赫了皇叔 又能怎么着 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隋王接管养山的事宜 他一个山贼 这件事情 和云娘找柳眠唐要银钱 必然有关联 这笔银钱 怕是向朝廷 都不敢公然交代的 我有一种预感 隋王定会在朝廷 掀起一波风浪 你我二人都会被牵连其中 身不由己 还有就是柳眠唐 他要是跟这笔银钱 有关系的话 那他的处境 只会更加地危险 这个陆文也是奇怪啊 竟然有让自己女人 关银钱的习惯 不过柳眠唐如今呢 肯定记不得 那银钱放哪儿来 有什么问题吗 有 崔京朝 你变了 这些年 又低等期 时局混乱 你整日只跟我喝酒下棋 静观其变 什么时候开始说身不由己 这种话了 又什么时候开始担心 自己保不住一个人的安危 这次是 是有所顾忌了 又软累了 这海棠花开得可真好 亭亭玉丽 国色天香 有花堪折 直虚折 可惜了 可惜了 有情人怀平而来 这瓶中啊 却有了主化 行了 别叨叨了 我是想跟你说 别忘了明日 放心 我有打算 多谢姨父相救 是 我 你说 她把我寻常 你走 把我寻常 抢过去 你 文件 你如果去 我订不 dang 我来 来 我去 这么大事吗 你去取他人 却被人把你给释出来了 若不是念你劳苦功高 你要死 在珍州便死吧 女儿知错 你不明白吗 一个藩王 为何会关注你和柳棉堂之间的死员呢 难道 崔九 就是崔兴舟 有 少年 什么写的话 blew 挖刑 冒谣 猫 想罢 冒入 虚 机 这种鸡血 那个上今天聊的对啊 是呀 夫人 那些歹人 已经被官家收押了 夫人怎么看了公告之后 反倒愁眉不展了 依我看 那云娘的谈吐打扮 并不像是下酒流之人 而且我总觉得 我与她过去是有些渊源的 怎么可能 夫人怎么会与那些 鸡鸣狗盗之辈 有什么渊源啊 那她为什么会 亲密地称我姐姐呢 那 那她 是想跟您套近乎呗 而且她看我的眼神 也饱含怨恨 她那是嫉妒您的貌美 那我看她的时候 怎么也有种无名之火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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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妈妈 你心虚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 没 没有啊 我失忆之前果然同她认识 对吗 不认识 不认识 两个女子之间 会因为什么如此针锋相对 难道说 她是夫君养在外面的女子 她 她 她是 拼头的 拼头 坐立呀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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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喝茶 那拼头的事 家主都说过去了 夫人不必再想 怪不得那云娘来招惹我 竟都是因为孽缘呀 不过我看子虞 也并非什么良人 朝三暮四的 和夫君比差眼了 是 李妈妈 你有没有见过 我与夫君的婚姝啊 这 主家们的婚姝存放 只有家主和您知道 老奴是不碰的 这所有的屋里我都找遍了 只有地契和非钱 唯独没有婚姝 莫不是 真让其他人拿走了 夫人 老奴 向您认罪 认罪 当初搬离京城的时候 忙着遣散仆役 变卖家产 家里这些所有大小事宜 就由老奴一人操办 因此老奴 老奴也是忙昏了头 就把婚姝给奴丢 丢了 丢了 都怪老奴粗心大意 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 老奴万死难辞其咎 老奴对不住家主好夫人 哎呀 丢了就丢了吧 脸慢慢快起来 哎呦 谢夫人 没了婚书 这桩婚事还能是假的不成 今天就先到这儿 退下吧 王爷 那我等告退 贺娘子 请留步 听闻令尊身体抱恙 多谢王爷费心 家父卧床 密小女带离一事 那娘子可知 令尊昨日派人来信说 近日何家缺席 是我善祖主张前来 问王爷恕罪 你不必道歉 我也知道你的来意 崔某近来也听闻了一些流言蜚语 仔细想来之后发现 我确实也有做的不妥之处 所以才让娘子无辜地受苦 近日见到了娘子 我也向娘子赔个布施 这件事 本就是我惹出的麻烦 王爷婚事将近 贺真不该再来烦扰 独独有句话 想斗胆疑问 王爷拒绝我 可是因为我出身伤骨之家 我绝对没有低看你的意思 那是连娘子不肯接纳我 苏妹平生 若让娘子做了妾事 会委屈了你 若我心甘情愿 不觉得委屈呢 要是把你纳进了府里 你应该清楚 我不会对你全心全意 你也不会愿意与他人 分享所爱 这样一来 你便会生出遗憾 纵然有高门富贵 你也只会尝到痛苦 而后便会生出离心 王爷能如此为女子着想 定是有了独爱之人 今日多谢王爷为我解惑 你不愿意激起来 独爱之人 有吗 娘子 回府吗 不 先去北街 我要告诉刘姐姐 我放下了 家主 夫君 你回来了 走 陪我去坐一会儿 你再这么看下去 莫不是要在我身上烧个洞 爱对我 走过的 我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 巧了 我也有一件喜事要跟你说 那你先说 那你听了可别欢喜忘形啊 好 淮阳王这个月就要成清了 按惯礼商会区准备婚室用的喜瓷 咱们一烧瓷房终于有资质了 夫君 咱们的瓷器能入王府了 说不定拜堂那一日 王爷吃和锦酒的时候 用的就是咱们烧的对杯呢 我就说你会换希望行吧 确实是欢喜 夫人 我是要跟你说 先生说我最近 棋艺精进了 我在棋社也学不到许多 他便给我介绍了国手 让我善善拜师学医 真的 那这 这不是双喜临门了吗 我去准备一下 夫人 但是这次先生说 就 不让我代家卷了 那 你什么时候出发呀 我 今夜就得出发 这么急啊 急远难得 我已经让莫如 帮我收拾好心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可能粤鱼 可能 哎 夫人 你不是想吃你们北周老家的菜吗 正好借此机会 你回去一趟 你心虚了 你怎么这么着急 你每次走 都这么着急 我这个当夫人的 每次都来不及准备什么 准备什么呀 都是你 你记得把药贴药带在身边 你也要在炉火前 温热好 再浮到自己的手臂上 江阳两个月 定能打好 你怎么这么着急 夫君拜师 李树须尽道 你若是有什么不够用的 你就烧口信 我让你妈妈给你送去 还有 这 这山上多有寒凉的时候 你喜欢吃冷酒 又爱穿薄衫大拳 身子热起来 可千万不能贪凉啊 这些琐事 有莫如呢 我用你操心 我先走了 Zither Harp 或许多 薄衫街 整都 chill 谁忽然经过 一转身海塘飘落 爱对了错人的悲欢离合 谁不是千万里流淋我雪 南乡双亦相遍 糖果春水游离秋节 一双人一恨远 心与心更年 秋苍雨淹没得明明绵绵 诺文听千花昨夜开寄朵 莫追究心里半生烟波 放那些尘埃欲分乱 不知无休 平手也想唱过 还有许多 谁不是千万里流淋我雪 南乡双亦相遍 等过春水游离秋节 一双人一个月 相伴两不言 似是梦 手探浊 光阴渐渐 心无庸 愿与你 随随 念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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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